一名性格暴躁的老太太 总是向着打耳刀自己的人恶语相向 甚至高声咒骂的要把对方杀死 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呢 她又总是烹饪出不少的美食 很慷慨的送给附近的孩子 还有周围的邻居吃 甚至是对路上的流浪狗 她都会很有爱心的给他们肉吃 所以她应该是一个面恶心善 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热心老奶奶吧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就大错特错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杂学馆 我是Jason 今天就要我们来了解这样一个 嘴毒 心比嘴更毒的连环杀手的真实故事吧 2005年12月底的一天 在俄罗斯东部边境城市 哈罗巴夫斯克郊外的小镇别列佐夫卡 一名遛狗的男子 发现几只野狗 正在使劲的翻弄着路边的垃圾桶 在看见有人来了之后 这些流浪狗就跑掉了 在走近之后 男子就发现 垃圾桶旁边居然有一大坨 被包装在塑料袋里的冻肉 别列佐夫卡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镇 这个人觉得 就这样把一包肉扔掉了 实在是有些可惜 但毕竟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自己吃也感觉有点恶心 所以他就决定 拿回家之后 把这些肉煮熟了 拿来喂自己的爱犬 于是在到家之后 他就开心的烧了一锅开水 等肉解冻了之后 他就用刀划开了塑料袋 准备把肉下锅 但是就在此时 之前被碎肉遮掩的 一个像球一样的物体 从袋子里滚了出来 落到了地上 那名男子定睛一看 立刻就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因为眼前的分明是一颗人头 正在用无神的双眼 瞪视着自己 很快的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法医判定死者是一名8岁左右的女孩 而她的死因是位于头部多处的斧头皮砍 至于这个女孩的身份 警察也很快的就弄清了 她就是半个月前失踪的 一名叫做Anastasia的8岁女孩 2005年12月13号 8岁的Anastasia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她的父母当天晚上就报了警 警方最开始的判断是这个小女孩可能是离家出走了 但是Anastasia的母亲说 女儿和父母亲的关系非常的好 而他们作为父母呢 也从来没有体败甚至是骂过女儿 所以Anastasia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的可能 但是对家长的这种说法 警方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也没有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搜索 直到半个月后 这个女孩的遗体以如此凄惨又惊悚的方式 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警方才开始认真地对这起重大的悬案展开了调查 从法医的验尸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这名女孩的遇害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天 这就说明从失踪到遇害的这几周时间里 她都被人禁锢在什么地方 而就在两天前 Anastasia的母亲还曾经接到一个 从当地的屠宰场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很怪的声音和她说 她的女儿还活着 但是这名可能的绑架者在给了Anastasia的母亲找回女儿的希望之后 转头就对小女孩下了毒手 由此可见 这名凶手的心肠有多么的狠毒了 而如果不把她找出来的话 这个小镇保不齐还会有新的受害者出现 在对有可能知情的人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 很快的一条值得追查的线索就浮出了水面 一名和Anastasia关系很好的叫做Vica的女孩说 在女孩失踪的那天 她们放学之后是一起走路回家的 在走到女孩住的公寓大门前的时候呢 她们互相道别之后 她就目送着Anastasia走进了公寓的大门 然后她就看见 一名老妇人从大楼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似乎是在有意的跟踪Anastasia那样也走进了大楼 而这名老妇人呢 周围的孩子们对她都很熟悉 她的名字叫做Sofia Djukova 她平时就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 经常会因为嫌弃孩子们在公寓附近玩闹时太吵 打扰到自己休息 而气冲冲的冲出大门 然后会用她沙哑的大嗓门吼叫道 都安静一点 不然我就把你们的手和头都砍下来 但是孩子们对这样一个老太太的怒吼 又怎么会在意呢 时间久了之后 反而还觉得看她发火很有意思 因此就闹得更凶了 维卡还记得就在失踪的前一天 Anastasia还恶作剧的 朝Sofia老太太扔过一个冰淇淋桶 所以会不会是这个老太太对这件事怀疑在心 绑架并且杀害了Anastasia呢 怀着这种疑问 警方来到了Sofia的家里 而这名老太太呢 面对警方的问话表现得非常冷静 她斩钉截铁地表示 维卡在说谎 因为自己和Anastasia的关系非常好 小女孩以前也经常会瞒着父母 来自己家里聊天 她也常常都会给小女孩零食吃 所以她就像爱自己的孙女一样 关爱着Anastasia 在听说小女孩失踪又遇害了之后 她也伤心地哭了好几天 而至于维卡所说的 看见她跟在Anastasia后面进楼 完全就是一个误会 她解释说 自己也住在同一栋大楼里 只不过因为巧合和失踪的女孩 前后脚走进了楼 在外人眼里看来 就好像她在跟踪女孩一样了 而且当她进入公寓之后 就看见Anastasia再次的折返 冲下了楼梯 然后跑出了大楼 似乎是要去见什么人 然后就不见了 所以她估计 那个人可能才是之后绑架 并且杀害了Anastasia的凶手 对于索菲亚老太太的说法 Anastasia的妈妈表示难以置信 她说女孩根本就和这个老太太不熟悉 也从来没有去过索菲亚的家里 所以有理由怀疑索菲亚是在说谎 但是警方却觉得 索菲亚在回答警方的问题时 没有任何的犹豫 再加上语气平静 叙述的情况条理清楚 逻辑也很严谨 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 于是就选择相信了索菲亚的话 把她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了 之后警方又调查了区域里其他的一些 曾经有犯罪前科 值得重点怀疑的人 但是最后也都无功而返 时间一长呢 对这起案子的调查也就被搁置了起来 渐渐的变成了一起悬案 很快的七年时间就过去了 在2012年 另一起同样诡异又血腥的凶案 发生在了这种公寓楼当中 2012年4月 小镇上一名叫做 Makiva的77岁老妇人 在老伴去世之后 把自己租了几十年的房子 卖了300万卢布 她准备带着这些钱搬去莫斯科 和儿女一起居住来安度晚年 就在启程前往莫斯科的前一天 Makiva和女儿打了一个电话说 房子已经过户给了买家 对方是以现金支付的购房款 自己第二天一早呢 就会把钱拿去存进银行 然后坐飞机前往莫斯科 因为现在房子的钥匙已经交出去了 自己又不想去住酒店那么麻烦 所以这天晚上呢 她会在自己的老姐妹家里暂住一晚 但是这通电话过后 Makiva的儿女们就再也联系不上母亲了 几天过后 感觉不对劲的他们 就赶来了别列佐夫卡镇 但是依然到处都找不到Makiva的踪迹 他们查询了母亲的账户 里面也没有看见那笔300万卢布的卖房款 担心不已的他们 只能够选择报警求助 而就在不久之后 在离城区不远的一个村子的垃圾站里 人们就发现了Makiva已经被肢解的一部分遗体 很快的 警方怀疑的目光 就再一次的瞄准了索菲亚 因为Makiva在最后一通电话里和女儿说的 自己出发前一晚赞住的老朋友家 指的就是索菲亚的公寓 这次警方前往索菲亚的公寓进行问话时 就看见在客厅的地毯上有一小块血迹 面对警方的询问呢 索菲亚也很干脆的承认 Makiva确实曾经来过她的家里 但是仅仅待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开始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 Makiva因为情绪激动 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问题 就开始流鼻血 并且滴在了地毯上 之后气愤的Makiva就摔门而去 索菲亚从窗户上张望 就看见Makiva坐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离开了 至于之后Makiva去了哪里 她就不知道了 面对索菲亚言之凿凿的解释 警方再次选择相信了她 并且把她排除出了嫌疑人的名单 在又调查了一圈 也没有什么突破之后 这起案子也再次的被搁置了起来 成为了悬案 之后时间又过去了六年多 来到了2019年的1月 当地一名叫做Vassili的 57岁看门人失踪了 在三天都没有去上班之后 她的雇主选择了报警 因为这名Vassili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新移民 在当地没有什么亲属 妻子也正在和她闹离婚 所以也不怎么关心她的死祸 所以最开始 警方对这起失踪案也不是很重视的 直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几个孩子在玩耍的时候 撞翻了一个垃圾桶 里面滚出了几个大垃圾袋 还有一只血淋淋的手臂 警方匆匆赶来之后 发现那些垃圾袋里装的 也都是人类的尸块 经过法医鉴定 确定了这就是失踪的看门人 警方继续在附近进行了一番搜索之后 又在紧挨着垃圾桶的那栋公寓大楼的供热馆里 发现了人体组织 这也是看门人的 看起来凶手是围绕着这栋公寓 来丢弃被害者遗体的 那么是不是表明 他也住在这栋公寓里呢 在对看门人近期的生活情况 进行了一番调查后 警方的目光第三次落在了 就住在这栋楼里的索菲亚身上 原来这个看门人瓦西里 在几周前因为和妻子吵架 被赶出了家门 作为从乌克兰来的新移民 他无处可去 这时他看见了索菲亚打出的租房信息 房租又很便宜 所以瓦西里就立刻联系了索菲亚 然后住了进去 没想到仅仅入住几周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具支离破碎的遗体 那么作为房东 并且和之前的两起血案都有牵连的索菲亚 绝对是有着很大的嫌疑的 于是警方第三次来到了他家进行调查 而这次索菲亚的态度 并不像之前两次那么的淡定 他的语气开始变得非常的强硬 没有回答几个问题 就迫不及待的想把警方赶走 不过这次因为尸体 直接就是在大楼旁边发现的 而且瓦西里又是这个房子里的租客 所以警方有了充足的理由 对索菲亚的家进行了搜查 在他的抗议声当中 警方打开了他家的冰箱 然后一坨坨被包裹在塑料袋里 冷冻的肉块和内脏 就出现在了警方的面前 虽然索菲亚辩解说 这都是自己刚买来 准备做香肠用的猪肉和内脏 但是警方一点也不敢怠慢 把这些都送去实验室进行了鉴定 而鉴定结果显示 这些也都是失踪的 看门人瓦西里的身体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 警方在卧室的一个柜子里 找到了六年前被杀害 并且分尸的麦击瓦的护照 以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 然后又在浴室的一个瓷砖缝里 提取到了一份血液的残留 DNA鉴定后确定 这是14年前 失踪的那个8岁的小女孩 安娜斯迪莎的血 面对一样样摆在面前如山的铁针 索菲亚再也无法抵赖 但是不甘心就这么失败的她 在被带到警察局之后 依然嘴硬的只愿意承认 自己是在自卫的情况下 杀死了意图侵犯自己的看门人Vasili 至于8岁的安娜斯迪莎 以及她的好友77岁的麦击瓦的死 和她完全无关 不过在被关押起来等待审判期间 索菲亚在和狱友们聊天时 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了另外两名受害者的凶手 在被狱友举报之后 她也很干脆地和警方坦白了这两起血腥的罪行 至此检方开始以三起谋杀罪的罪名 对索菲亚提起了诉讼 那么这个索菲亚·朱康瓦究竟是什么人 是因为什么动机让她进行了如此残酷的罪行 而她又是采用了怎样的手段 把罪行掩盖了这么久的呢 索菲亚出生于1939年 她的童年和之后的人生 都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当时她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军人 常年在前线甚至是欧洲战场作战 只有母亲带着索菲亚两个人相依为命 但是就在战争结束 父亲返回家乡的九个月之前 索菲亚的母亲生病去世了 所以在接下去的半年多的时间里 六岁的索菲亚只能靠着乞讨和捡垃圾 艰难地活了下来 期间她经常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辱和殴打 这段苦难的经历造就了她坚定强硬的性格 和古怪又火爆的脾气 因为从小就开始靠着到处做体力活来谋生 让索菲亚拥有着高大又健硕的体格 但是她的一生都没有学会认字 之后她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俄罗斯东部的边境城市 哈巴罗夫斯克 并且定居在郊外的小镇别列佐夫卡 在这里她成为了屠宰场里的一名女工 同时也成了家 婚后索菲亚生了三个儿子 可惜的是大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 剩下的两个儿子可能是受不了母亲古怪的性格 在成年之后就离开了家乡 再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 好在有丈夫一直陪伴在索菲亚的身边 让她的脸上时不时的还能露出幸福的笑容 但是2005年的时候 一场大病夺走了丈夫的生命 这样66岁的索菲亚彻底的变成了孤身一人 也让她性格当中的黑暗被释放了出来 她开始随身携带一把 曾经在屠宰场工作的时候使用的小斧头 路上遇到流浪猫和狗的时候 她就会抡着斧头把他们砍死或者砍伤 附近的孩子们在公寓边玩闹的时候 索菲亚会嫌他们破坏了自己的亲近 而大发雷霆 然后一边咒骂的说要把他们大谢八块 一边把孩子们赶走 关于这一点附近的很多居民都知道 但是他们也都觉得 这就是一个坏脾气的老太太 在无能狂怒 毕竟一个66岁的老妇人 又怎么可能真的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呢 2005年的12月13日 8岁的小女孩安娜斯特莎 在被索菲亚赶走时 把手里正在吃的一个冰淇淋桶 扔到了她的身上 当时这个小女孩怎么也想不到 她的这个举动 真的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她就被偷偷等候在公寓入口附近的索菲亚尾随 并且绑架了 然后索菲亚把安娜斯特莎 禁锢在自己的公寓里 长达两周的时间 每天都会不停地殴打她 在折磨了被绑架来的女孩一段时间之后 索菲亚偷偷地回到了自己 曾经工作过的屠宰场 用内里的电话 给安娜斯特莎的母亲拨打了 说她的女儿依然活着的电话后 索菲亚就返回了家里 用斧头杀害了小女孩 又把她的遗体扔到了沉浇的垃圾桶里 这起惨案发生过后 其实有不少的人是怀疑过索菲亚的 但是她成功地通过了警方的问话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打消了周围邻居们的怀疑 再加上索菲亚虽然还是经常对附近玩闹的孩子们大吼大叫 但是她时不时地会拿出自己在家烹饪制作的肉冻 肉丸这样的食物来分发给孩子们 或者是把这些肉菜当礼物 直接送到邻居们的家里让他们吃 而且不少人也看见 虽然之前索菲亚会用斧头去殴打附近的流浪猫狗 但是她有时候也会拿出碎肉去喂街头的野狗 并且还会守在旁边 看着肉都被吃完了才离开 这就让不少人都觉得 这个老太太虽然嘴独立一些 脾气大了一些 但是心底里呢还是善良的 渐渐的也就不再怀疑她是杀害 并且肢解了小女孩的凶手了 而这些邻居不知道的是 警方在这起案子里发现的 被遗弃的受害者遗体 就只有头部和四肢这样骨头比较多的部位 而肌肉含量比较多的 像是身体和内脏这些部位呢 全都不知所踪 而在被捕之后 索菲亚承认 邻居们当年从她的手里接过 并且吃进了肚子里的那些肉洞和肉丸 就是用被害的女孩的遗体所制作的 也就是说 邻居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都成为了索菲亚毁尸灭迹的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警觉心比较强的人 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对劲 比如说有一户邻居夫妇 在收到了索菲亚送来的肉洞之后 丈夫晚上回家的时候 闻了一闻就觉得味道不对劲 于是她和妻子说 鬼知道那个坏脾气的老太太是用什么的肉做的 这个肉洞赶快扔掉吧 而且以后也别接受她送来的任何东西了 事后看来 这户邻居的决定真的非常正确 之后随着时间流逝 人们就渐渐的忘了小女孩遇害的事情 直到七年之后的2012年 类似的情况再一次的重演 索菲亚的好友 77岁的Makiva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准备去莫斯科和儿女们同住 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她住在了索菲亚的家里 然后就被索菲亚用斧头砍死 肢解 然后把部分的遗体弃制到了比较远的地方 剩下的部分呢 再一次的被她利用邻居 还有周围的流浪狗给处理掉了 虽然索菲亚在被捕之后表示 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杀害Makiva的预谋 但是在那天晚上 她受到了Makiva的侮辱和咒骂 自己在气愤之下才下了杀手 但是警方认定 索菲亚一方面是嫉妒自己这个朋友 在失去丈夫之后 还有两个孝顺的儿女可以依靠 而自己的两个儿子 已经断绝了和自己的来往 另一方面是看中了Makiva身上 那300万卢布的卖房款 想要据为己有 所以才对多年的好友下了毒手 之后当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 她再一次的靠着自己对警方问题的对答如流 还有镇定的态度逃过了警方的怀疑 值得一说的是 就在Makiva失踪的一年之后 在2013年的4月 一名叫做Nina Babanko的83岁老妇人 曾经租了索菲亚家的一个房间住了进去 但是仅仅几天之后 这个老人就人间蒸发了 因为当时附近并没有发现遗体的报告 这个老人也没有什么在世的亲人 所以他的失踪也并没有被报告给警方 也就没有进行过什么正式的调查 人们只是依稀地记得 在那段时间里 索菲亚依然热情地给周围的孩子 还有邻居们 分发着自己制作的肉动和肉丸 所以这名老人 是不是就此消失在了人们的口腹之中 就不得而知了 在被捕之后 警方也没有就Nina的失踪 对索菲亚进行起诉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19年的1月 索菲亚在自己家杀死了租客 57岁的看门人Vasili 之后可能是因为此时 索菲亚也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 她没有体力 再把自己切碎的部分遗体 带去比较远的地方丢去 就扔在了公寓附近的垃圾桶 还有供热管道当中 最终被玩耍的孩子们发现 然后就造成了她的落网 虽然事后她辩解说 自己是在反抗对方的侵犯时进行的震荡防卫 但是警方相信 这也是索菲亚进行的一场有预谋的罪行 因为在犯下这起罪行的时候 索菲亚已经80岁了 所以她也成为了苏联 还有俄罗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连环杀手 而根据不少人回忆说 从2005年到2019年的14年间 索菲亚给邻居送肉冻和肉丸的行为 就没有长时间的间断过 而且索菲亚总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对自己家进行一次大扫除 并且对墙壁进行粉刷 当时人们都觉得 这是老太太有洁癖 但是现在想来 这能不能够证明死在她手上的人 远远不止已经被证实的这三名呢 这就是谁都说不准的事情了 好在这名静悄悄的潜伏在小镇里多年的恶魔 终于在2019年的2月被捕了 就像之前说的 索菲亚虽然最初只承认自己杀害了最后一名被害者 但是在被育友举报之后 她也就干脆的承认了另外两起罪行 而且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她也接过了调查人员递过来的纸板座的斧头 掩饰了自己是怎样袭击受害者的 不久之后 针对她的审判就开始了 正在法庭上的她一脸的怒容 身体占的笔直 完全没有人们想象中的 80多岁老人该有的衰弱的样子 在听主控官宣读对自己罪行的指控时 索菲亚还不时地发出冷血的笑声 在之后的审判环节当中 她也对自己的罪行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懊悔 反而一次次挑衅地 对着到场的受害者的家属们表示 那些受害者们都是因为做出了伤害她的事情才会被她杀死的 所以他们全都死有余辜 然后她就不停地抗议 说审判时把她关在铁栏里是对她尊严的侵犯 而在第二次庭审的时候 索菲亚竟然当庭翻供 全盘否认了自己之前的供词 不得已对她的审判只能够延期 而这一拖延就遇到了全球疫情的爆发 对于她的审判也就只能够一拖再拖 可能最后老天都等得不耐烦了 2020年底索菲亚感染了COVID-19病毒 然后在这一年的12月29日 病死在了关押她的监狱当中 终年81岁 不过法院并没有因此撤销对她的指控 三个月后法庭认定 针对索菲亚竹康瓦的三项谋杀罪的罪名全部成立 至此这场在俄罗斯偏远小镇里 持续了十多年的血腥杀戮 总算是彻底的落下了帷幕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